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 Sky 的頻道 今天跟大家說一個好消息 就是加密貨幣終於迎來第二波的牛市 未買或是未重注買的你一定要聽這條影片 因為看完後你就會知道原來加密貨幣市場的回報 是輕輕鬆鬆KO其他投資組合的 開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好 Round 1 今天第一個加密貨幣要對的對手就是美國國債 為什麼會選擇美國國債呢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Bond 其實是市場上最重要的一個投資組合之一 因為它作為一個 risk free 無風險資產的存在 其實很多投資的理論 或者很多投資的基金都是以美債作為一個基礎 作為一個基礎去做額外的計算 為什麼我說美國國債是一個無風險的資產呢 因為當你去買政府的國債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利向美國政府借錢 而美國政府沒有能力還錢的機會 其實是差不多等於零 所以這個被人認為是等於 risk free 是一個很可靠的收入樂園 看回這個測試的話 就看到其實美國國債過去七年 都只有大概9%的回報 加上每年的利息大概是兩年左右 其實跟比特幣 如果直接持續比特幣 在過去七年的話 我有超過15000%的回報 兩者是無法比的 但當然了 BTC一定是高風險高回報 以及BTC之前曾經可以試過跌到八成九成 這個 risk appetite 這個這麼voluntile market 是無法跟美國國債直接對比的 不要緊 我找第二個對手跟他對比 第二個加募貨幣要對的對手 就是一些主要的指數 或者一些叫價值型的股票 例如有什麼指數可以做對比 我會拿來Dao Jones S&P500 以及Nasdaq 這三個指數 因為這三個是世界上 成交量最多的其中一個指數之一 我直接把這三個指數 和BTC和Ethereum做對比 我拿回過往五年去看 其實以Nasdaq的回報最好的 以超過有300%回報 過去五年 都非常好 你想想想 五年前買一萬元 五年後有三萬元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好觀的回報 買樓也未必有這麼多 而在平均的話 三大指數都一定有超過100%的回報 但如果比較比特幣和Ethereum 比特幣有超過4000%的回報 而Ethereum 更加有超過4萬%的回報 數字上的確拋離三大指數 如果你說我不比較大型指數 我比較價值型股票 而如果要比較價值型股票 外界一般都會把金融版塊 作為一個比較的類別 例如主要我拿美資銀行或投行去做比較 而這張圖 就看到其實以銀行類別 JP Morgan和Bank of America 哪是最好的 五年來都有約100%的回報 但值得留意的是 例如股神巴菲特 都有80%的回報 但整體而言 這堆所謂價值型股票 其實都跑輸三大指數 更加比不上Bitcoin和Ethereum 好 Round 3 就是一些成長型股票 如果你說Bitcoin對成長型股票 成長型股票 成長型股票 其實不但會打贏一些價值型股票 甚至乎是大幅跑贏大市 我以Tesla為例子 Tesla回報是超過1400% 而你看看其他 例如FANG 也有約200%的回報 其實都已經非常理想 雖然他們成績非常理想 但其實都遠遠地跑輸BTC和ETH 但例如Tesla為例 雖然舉Tesla回報有超過1400% 但其實Tesla的投資風險都非常高 例如它之前幾年都傳出財困 甚至乎賣盤的消息 你看回Tesla的波幅 其實跟Gryptocurrency都可以揮揮 甚至乎有機會是近來更加強於BTC和ETH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以比較風險來講 或者挫上挫下的波幅來講 Tesla拍攝著BTC 但以回報來說 其實Bitcoin和ETH 就是遠遠跑贏Tesla 如果還想聽到BTC和ETH 如何和其他投資產品 例如金、銀、油等等之間的 投資表現的回報 可以去我的Patreon那篇文章看多些 但最後做回總結 就是高風險一定是高回報 媽媽是兩樣的道理 一定是 但越早開始投資 成績回報一定是越好的 這也是單補的 如果你已經買了Growth Stock 買了ETF 買了債券 未想到之後想買些什麼 去做分散成本 去做一下分散風險的話 那監獄貨幣是一個你一定可以去考慮 甚至我非常建議你去嘗試的一個 新興投資產品 或者如果你已經有買BTC和ETH 但是我跟你說 現在是大油市的開始 所以建議你可以加重 或者調整多一點你的註碼 保證你一年後兩年後 你不會後悔 喜歡這條影片的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進入我的TG Group 還有一個新的Patreon 免費的文章 有些什麼可以在IG、NBOX、DM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